池塘里的蛙,依所预言五十 在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,池塘里面的水都干掉了 池塘里的青蛙们,不得不离开池塘,四处寻找安身的地方 其中有两只青蛙,作伴找到了一座很深的水井 其中一只不假思索地对另外一只说 好友,这井里的水好多啊 我们就一起跳到井里面去住吧 另外一只青蛙想了一想回答道 如果,这井里面的水也干掉了,请问我们要怎样跳上来呢? 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,凡是要三思而后行 千万不可轻率的行事,以免后悔莫及 再来一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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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一遍